繼續啊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的道理 有個千年不變的道理 看著對方的眼睛 這,那就是 YESU AM 這個是我們在洛杉磯 我們在海邊的時候問問的快樂是吧? Amen 我們看見今天我們分享的快樂 看前面大屏幕 我們先來讀一下 哥利多前書九章 十六耶路十七節起 我傳福音 原本有口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過了 我若甘心做這事 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 責任卻已經托付我了 Amen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要分享的主題是 一定要傳道 一定要傳道 我們在洛杉磯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們的講道主題是什麼嗎? 傳道 與什麼呀? 與宣教 我們也是分享了什麼是傳道 什麼是宣教 什麼是傳道呢? 就是給同一種語言 同一民族 同一文化的人 傳福音 就是什麼呀? 就是傳道 什麼是宣教 給不同語言 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人 傳福音叫什麼呢? 叫宣教 那麼說清楚的話 什麼要傳道和宣教 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呢? 傳福音 所以我們要對 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所認識的 我們所不認識的 所以在很旁邊的人 就要什麼呢? 把神的福音 傳揚給他們 Amen 我也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有一些 上各位來海邊 一起遊玩的 弟兄姐妹 今天又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相信是福音的愛 福音的能力 能力領導的你們來到我們面前 Amen 希望福音的恩典 能夠一直與你們同在 好 那我們看今天我們要分享的 這個經文呢 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們看第一點 傳道是什麼呀? 是神的旨意 我們讀這篇歌是怎樣來說的 好 請 親愛的弟兄們 有一件事 你的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為 他是單眼 其實或是單眼 乃是寬容的 乃是寬容的 我願以為一人沉淪 乃愿人人人都無改 我記得有一些弟兄姐妹 曾經對我說呀 說既然上帝這樣的愛我們 他也拣捲著我們 讓我們得著神所 賜給我們 我們的生命 為什麼上帝 不早早的來到我們當中 迎接我們 幫我們帶回到天堂 該有多好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天 我們就覺得一天很痛苦 因為這個世界上 充滿了很多邪惡 和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可是神為什麼不來迎接我們呢 神為什麼不早早的來到這個世界 幫我們帶回到那個永遠的天堂呢 我們就不用在這個世界上 忍受飢餓 忍受疾病 忍受心理的痛苦 忍受什麼呢 很多折迷 可是神就是沒有來到我們當中 可是今天彼得 給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彼得說什麼呢 說神不是單眼 不是推遲他要來的時間 因著他愛我們的緣故 他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成了 他希望什麼呢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夠聽到神的福音 都回到什麼呢 神的面前成為神的兒女 Amen 所以我們要感謝神的 神今天沒有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要感謝 如果今天要來到我們當中 今天就在我們面前 跟我說 我要喜歡這個世界的時候 可能 我們是可以得救的 可是我們的親人朋友 我們最愛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得救的話 我們的心中會充滿什麼呢 充滿永遠的遺憾 所以我們對旁邊的大聲說好 你要傳道 你要傳福音 你要傳福音 你不要做自私的人 你不能自己去天堂 你要帶著你的親人朋友 你的父親母親你的兒女 都進入到天堂 進入到美好的天堂 Amen Amen 我相信我們各位 你們幾個都有這樣的愛心 也都希望 給我們旁邊的人傳福音 可是我們就是覺得 我們很多不足和缺乏 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福音呢 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教會呢 到底耶穌是誰啊 到底是誰啊 我怎麼去傳啊 沒有辦法啊 不要擔心 因為今天保留告訴我們什麼呢 你們只要去傳就可以 Amen 你只要說一句話 信耶穌可以進入到天堂 你覺得這句話是沒有能力的 本世紀當中什麼呢 本世紀當中說 福音有福音的大 福音本身自己是有什麼呢 是有能力的 只要你把話說出去 神就做到美好的工作 Amen 在羅馬書當中我看一下 俠羅馬書說 然而 人 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 只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 只能聽見的 若沒有後差遣 只能傳道呢 如經上酒記 報福音 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教宗 何等加美 Amen 你們看這句話非常重要的 這句話有年之後沒有關切的 因為上帝跟我說什麼呢 你這些人想得救的話 這些人想回到神面前的話 需要一個媒介 這個媒介是誰呢 就是我們自己 神 讓我們對著神的恩典 相信了他 我們對著神的愛 不是結束 神要讓我們做一件事 讓我們成為一個什麼呢 成為一個傳道的 成為一個傳飛的人 如果我們不去說的話 別的人怎麼可以聽見呢 如果我們不去告訴別人的話 別的人怎麼可以回到神面前呢 所以今天聖經當中告訴我們 你們的責任是什麼呢 要把神的福音傳承出去 Amen 最後要知道 傳福音是神 那是神的旨意 在耶利米書11章7到8節 我們起來等一下好了 我們起來等一下 請 蓮華對我說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拆遷你到神那裡去 你都要去 我分分你說什麼話 你都要說 你不要懼懷它 因為我為你不在 要拯救你 這是一定要說的 我今天把這個我呀 換成我們自己就好了 我們就說 哎呦我還不知道呢 教會這次不是 你要去傳什麼呀 可是社群當中 神明明對耶利米說話 也在對我說話 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不要覺得你們是年幼的 你們也不要懼懼 你不要怕說什麼 你只要出去說就可以 出去做就可以 Amen 我記得有一個信息 我們講到的時候 我提到在澳大利亞 有一對弗蘭克老人 傳了將近多少年呢 四十多年的福音 他後來感覺很失敗 他說呢 傳福音沒有什麼果子 可是後來發現什麼呢 很多人聽過他傳福音都怎麼樣 歐城福音的神的兒語 那我記得有一個韓國的宣教士 我在中國的時候 他講過一個小小的見證 他說有一個人呢 在早晨 韓國早晨呢 教會的人很忙 對 韓國早晨很多教會的人去參加什麼 參加神島 叫成根島 一般早晨六點 所以其中央教會也是一樣 早晨六點以後看到很多人忙忙路路 來參加禮拜 當有一個人早晨去參加禮拜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興奮 很激動 因為早晨要去見誰呢 見上帝 見神 他走在路上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吧 他就很自由啊 他就大聲地喊說 新耶穌吧 新耶穌可以上天堂 不新耶穌進入地獄 他就很高興大聲地喊了一聲 結果呢 在當時喊的時候啊 說著無意啊 聽著有心 有一個人 在早晨的時候 正在什麼呀 失眠的狀態 就是睡不著 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喊什麼啊 新耶穌啊 不新耶穌 下地獄 信耶穌可以上天堂啊 他聽到這句話之後啊 那一段時間 他就非常的痛苦 就好像久有個人對他說 你不信耶穌 你就進地獄 你信耶穌去上天堂 他就非常不舒服 後來被這個 就是他這個心裡面受不了 就沒辦法 他去了什麼地方呢 去了教會 後來成為什麼呢 成為了神的兒女 所以他出來做見證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有一天早晨我睡不著覺 有一個人在外面大聲地喊著說 說信耶穌吧 信耶穌可以上天堂 不信耶穌可以怎麼樣 進入地獄 但是這個說話的人 他不知道他在做手 他以為他是他很興奮 他只是自己 向神表達了一種同感 他的告白 可是他說這句話的時候 這個聽到人就怎麼樣 就已經回到了神的面前 所以我們說呀 不要擔心你是原誘為你 不要擔心你會說什麼 不會說什麼 也不要擔心你對聖經的知識 瞭解有多少 只要你做一件事就可以 去說 去傳 神就會有負完全的責任 阿門 所以對旁邊大聲好了 你要當強壯的 你要當強壯的 你要敢傳福音 你要敢說話 你要厚著臉皮 對任何的人不都做什麼事 就跟那個傳就可以 阿門 不關第二點 傳道是怎麼樣 傳道是神的命令 我們讀下經文好不好 阿太福音第九章 我們先來讀一下 其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 憐憐他們 以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 沒有過人一般 於是聖文族說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庄稼的主 打他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穌基督今天說什麼呢 他說 要信耶穌的人多 傳福音的人少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件什麼事呢 我們只要出去傳就可以 出去傳的時候 神就讓我們做什麼事呢 像那個果桶一樣 收割什麼樣 可以收割的庄稼和果子 阿門 我們今天唱了一個讚美 叫在亞放著另一個美好的果實 是嗎 那希望我們能夠摘取更多福音的果子 去榮耀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阿門 我們看馬太福音當中 剛才是第九章 我們看二十八章 耶穌是怎樣說的 我們先來等一下起 所以 你們要去 職辦你 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 聖禮的禮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敦負你們的 到我教訓 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裂 所以這句話 告訴我們什麼呢 傳福音 傳道 是神的命令 不是說 我傳也行 不傳也行 保羅對我們說什麼呢 不傳我就有禍了 所以說 我們信了耶穌 我們的一個責任 就是要把這個好消息 告訴給別人 一定要傳達給別人 很簡單 你只是把神的消息 告訴給別人 就可以了 阿門 所以接下來 這個人信與不信 誰去工作呀 神自己去工作 所以我們要相信什麼呢 相信福音 是有能力的 我們看第三點傳道 傳道是聖靈的 什麼呢 拆開 我們看 尺度行算當中 有這樣一段經驟 我們來聽一下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 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 尼傑的西面 鼓勵奈人路求 與芬芬之王西律 同樣的滿列並扫羅 他們釋奉祖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羅 去做我招他們做所做的功 於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們頭上 就打發他們出去了 今天提到一個教會 叫什麼教會 安提阿的教會 然後提到幾個人 這幾個人在做什麼事 在釋奉主禁食的時候 然後誰說話來 聖靈說 說什麼呢 說你們要拆派巴拿巴和扫羅 去做我招他們所做的功 然後他們做了一件什麼事 他們就開始禁食祷告 祷告結束之後 他們怎樣 就拆遣保羅和誰呢 和巴拿巴去做什麼事情 傳福音的事情 我們看這個教會 是一個很健康的教會 為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事 在做釋奉和禱告的事情 說明這個教會很復興 而且這個教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什麼人呢 有來自耶路撒冷的保羅和誰呢 和巴拿巴還有安提阿地區的 不同文化 不同民族的人 但是他們在一起 我們服侍的分類很好 彼此怎麼樣 彼此禱告 彼此服侍 可是今天聖靈說了一句話 聖靈說你們要讓 扫羅和巴拿巴出去 出去做什麼事啊 傳福音的事情 你們知道 扫羅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會 像 類似於像什麼樣的人 就好像是牧師和傳道師一樣 你們想像一下 在這個教會當中 牧師和傳道師把他們拆開出去的話 我們怎麼辦呢 聖靈說什麼 你們要把扫羅 巴拿巴派出去 派的是什麼樣的人啊 最優秀的人 那這句話的意思代表了什麼呢 神的心意在什麼地方 神的心意在於什麼 傳扬福音 你們不要自己過好現場的生活就好了 你們還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恩典告訴給所有的人 Amen 如果今天我們的教會 不把福音 傳福音的事情 當成我們教會的核心 當成我們工作的重點的話 我們的教會就會怎麼樣 就會遠離神 因為神從起初到現在 祂在吸氣神呢 希望所有的人都聽到這個好消息 所以我們要出去 把神的福音怎麼樣 傳扬出去 那保羅和巴拿巴當時 安提阿教會出現了一件事 我們都知道今天我們在外面 有人看到我們的話 我們來教會禮拜 他們會叫我們什麼樣 三個字 我們是什麼樣 基督徒 對吧 而基督徒這個單詞 在什麼地方開始 開始出現的呢 就是在安提阿教會 基督徒不是教會 自己的人說我們是基督徒 他們從哪裡有說過我們是基督徒 而是這些不相信耶穌的人 這些在外面看他們參加禮拜 參加教會的人 把這些信耶穌跟隨耶穌的人 叫什麼呢 基督徒 那基督徒的意思是什麼呀 和基督很像 相信耶穌的人 跟隨耶穌的人 有什麼呢 有愛 有恩典 傳福音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要明白阿 我們基督徒這三個字 對我們來說 不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評價 而是什麼呢 而是外面不相信耶穌的人 對我們的評價 我們要對得起這三個字 我們才能夠怎麼樣 我們才能夠榮耀神 Amen 那我們來看 第四點 傳道是人最大的需要 為什麼說傳道是人最大的需要 我們看這個社會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 我們覺得很亂 對吧 你們都知道 在那個 現在有奧運會 可能今天晚上這個人睡不著覺 今天晚上這個韓國隊 和這個 洪杜拉斯 洪杜拉斯 有足球賽 我也挺期待 因為四強賽 很了不起 我覺得韓國隊 你看起來很小的一個國家 能進入八強 再進入四強 昨天你們看中國新聞了嗎 我看中國新聞的時候 我心裡非常不舒服 中國得了兩塊金牌 三大球都輸球了 所以看得我這個心裡 一點都不舒服 什麼什麼什麼 男排呀 還有什麼籃球啊 足球啊 女足還有女足 唉 但是韓國隊這個足球 我覺得氣得挺好 我們很期待 那我們想像一下 他們在巴西是吧 在巴西 擊球是吧 可是你們會看到很多負面的消息 我們這個 最近這個 有一個游泳的選手 很受歡迎的 你知道嗎 他沒有得到這個金牌 得到了銅牌 他叫 叫 傅 我忘記叫什麼 他叫表情啊 表情很這個 很豐富嘛 對吧 用了洪荒之力啊 所以就在游泳 不知道你們看不見這個星人啊 哇 結果他的手機被偷了 你知道嗎 就因為他出名了 所以手機被偷走了 如果李約呀 不是這個 巴西這個地方很亂 偷盜啊 搶劫呀 你們看現在這個世界上 很亂很亂 前一段時間我碰到一個 這個 從中國來的這個朋友 他就說 哎呀韓國很安全 晚上出去也沒事 在中國我到了晚上時間 我就不出去了 為什麼呀 怕出事 那我們看這個世代 我們基督徒 我們經常會說真話 說真理 對吧 比如說同性戀的事情 我們敢站起來說 同性戀是不合乎倫理道的 不合乎人倫的 比如說這種不清潔的 不道德的 我們都敢站起來說話 所以我們對社會來說 我們基督教是 對這個社會什麼呀 起到一個捷徑 起到一個幫助作用 如果我們再不說話的話 這個世界會怎樣 就像滅亡 那我們看聖經當中 神對我們所說的是怎樣 我們看約福音三章十六點 我們來讀一下 好奇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滅亡 反等於生 羅馬說 再來讀一下 起 因我們還可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他所對的日期 為罪人死 為一人死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靈了 繼續在等 他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地上活 因他受了鞭傷 你們被惹得了一致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一樣 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無人 監督了 阿們 所以我們今天要感謝神 神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建立這樣美好的教會 讓我們成為光和炎的模樣 在這個社會當中 能夠說真話 能夠行真理 能夠為這個社會帶來有益的 這個什麼益處 我們是感謝神 如果說是佛教的話 如果說是道教的話 他們就離這個社會很遠 你們都是邪惡的 那我們就跑到山裡去 我們去修煉好 我們就不理你們 我跟你們離這越近 我們就越受誘惑 可是基督都不一樣 基督都神說什麼 你們要出去 你們要進入到世界當中 做什麼呢 做光和炎 傳承我天國的福音 阿們 我們對旁邊的大神好 你是光 你是炎 你是光 你要傳承神的福音 你要傳承神的福音 好 我們重新再來講個一下 我想問一下 什麼是傳道 什麼是傳道 給同一名 同一族同同一文化 什麼呀 同樣思想的人 我們給他傳福音叫什麼 叫傳道 什麼是宣教呢 給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語言的人 傳福音叫什麼 叫宣教 是吧 那感謝神啊 神就因著我們這個月 講有關傳道 和宣教的主題吧 神就拆遣了一個宣教室 來到我們當中 這位宣教室 像我的老師和父親一樣 每個目 因為我在2007年 在我離開了故隆的教會 在準備介紹其他教會期間 我在宣教會裡面做幹事 宣教會叫中華宣教會 這個宣教會的總代表 就是我們的秦妻暗護師 他今天來到我當中啊 他跟我在一起交流 說明句話 他說我現在呀 我韓國語也不好 漢語也不好 那雖然他是韓國人 因為在中國 大概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 後來被這個 算是被中國請出了中國 就沒有辦法進入到中國 現在主要在香港 在這個海外服侍華人的宣教 那我請我們的秦西安宣教室 為我們來宣講一下 有關宣教方面的恩典 他今天講的題目叫什麼叫 思想想念 那我們用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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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ρά對弟兄姐妹na 什麼 是你平安? 真的平安嗎? 平安! 阿門! 為什麼平安? 是你也許人 為什麼? 平安! 是的,因為神與我們同在,對吧? 我覺得,咱們中國人,在教會裡面最多,弟兄姊妹們最多話就是平安,不是嗎? 親愛一下,弟兄姊妹們就是平安,對吧? 都說全世界,我記得是相當的一些教會,除了以外,所有的中國教會,或者華人教會,他們都說平安 你們覺得韓國教會怎麼說,知道嗎? 哈林廟,對吧? 我認為韓國教會都是哈林路亞教會,中國教會就是平安教會 這樣子的話,應該你們給我面子點頭就可以了 我們要看看,都是義國他鄉的,對吧? 義國這個話,一聽就我都知道 會受到一些難處,因為不同的一些文化圈裡面有生活 我可以理解你們的事情 我有一點理解你們想要什麼 因為我也是離開這個家鄉 已經二十七年的世界 你們是滿足嗎? 我覺得你們是滿足 滿足 所以你們都是平安嗎? 如果平安的話我以前是滿足嗎? 不是嗎? 我們全世界都最棒的民眾 我們要進入了一點民眾 因為是滿足,因為是不滿足 如果自己成为一个满足的话 我们就很简单 去不满足的圈里面做疮痕就可以 刚才岳牧师他所长也是疮痕 对吧 我们只能过去不满足的圈里面就可以 我们就出去问他们就可以了 你是满足吗 是吗 这个圈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的富翌 就是这个圈里面的 一会不会去吧 没有 没着急 就是我们的蓝牧师 我们的蓝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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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所奉上的话语,《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请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请大家打开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请这些人都是从着心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手允许的,却从人处忘记,却十七阴检,又承认自己在世上的客人是兴趣的。 这样的话语,是允认自己也要找一个家乡,他能够是主任人该的家乡,他又可以回去了亲户,他们却现了一个分别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会成为他们的神,并无论每次,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认为了一座城。阿们。 我在中国的时候,一些人问了,你为什么来中国呢?你为什么来中国? 有人也问过你们,你们为什么来中国呢?对吧?我们要打个问号,你为什么来中国呢? 每次他们问的时候,我这样回来。当时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教会里面读经的时候,使徒信传十三章四十七节的话, 怎么说呢?我兼许你,做外放人的光,把这个话临到我的中间,我的信众,我就拿着这个话语言,在军名前祷告。 这个八十年代韩国教会很注重祷告。很注重。 成道,同校祷告,或者近视祷告,或者山上祷告,或者摇动,或者一个祷告山里面祷告。 几乎我们都祷告了。 当时,我拿着这个画面来,在军名前祷告,主要求祢让我明白,让我明白我的外放在哪里。 就让我怎么做外放人的光。 对吧?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有些弟兄姐妹们已经也是看过这个经文。 但当时,把这个话临到我的心中,我抓着这个话语来说,主要求祢让我明白我的外放在哪里。 我已经祷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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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里面,一边工作,一边祷告。 在乡上也祷告了。 每次我就问,主要求祢让我明白我的外放在哪里。 我的外放在哪里。 我的外放在哪里。 就,那时候神就告诉我,你去中宫。 当时我们还没有见到,我们叫中宫,中国人叫南朝贤,对吧? 都叫南朝贤,我们叫中宫。 当时神让我去中国。 当时我在教会里面,像有牧者们也好,或者长辈们也好,在神学院里面的一些老师也说了,神呼叫我,我去中国。 当时几乎他们都是冒了。 这个年轻人就疯了。 你怎么过去中国呢? 因为韩国和中国还没有建造成为一个地人的国家。 你怎么过去那个路线? 对吧? 没有人支持我过。 因为都是冒了。 这个年轻人疯了。 有可能他受到了一个红的思想。 就共战主义的思想。 都是很多人批评过我的。 但是我很清楚。 因为这个画石不是从人论出来的。 不是人告诉我。 因为神通过一个画展,就使徒形状的这个画。 特别十三章,四十七节的画来,呼召。 就我坚持到底。 后来就九零元。 我就能够去见到,掌握的中国。 我过长城。 过长城。 我很清楚。 我成为做选招式的。 因为神呼召我。 把天上的画,就呼召我。 我要讲很清楚,就去中国。 因为中间很多不同的一些难处, 断不成挺着很多不同的一个世界。 甚至于,我的爱人也不支持我。 他对我怎么说? 如果你就对中国选招有负担的话, 你过去吧,我在韩国之间为你祷告。 只能这样说。 我怎么负担呢? 行! 行! 因为当时韩国和中国还没有建造, 把家属不放,家属不能过去。 我先过去。 我在中国第一个老家就是大连。 我在大连开始学起中国话。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只能说有几句话。 会说几句话。 你看,你好,多少钱?便宜点吧? 厕所在哪里? 我识到万行。 但是我有些听不懂。 我只能自己背诵的。 曾经我在韩国华人教会, 在汉城华人教会。 我待过三年半的时间。 我以总共在华人教会或者中国教会里面长大, 生活在三十多年的时间。 比韩国教会长时间。 我到韩国来,很多事情都是陌生的。 有些不明白。 我跟着韩国教会崇拜的时候, 唱战略诗也不懂。 今天我到照片台里, 我只有懂得量受看。 其他也是不懂的。 我常常这样讲, 我是到底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或者韩国人? 韩国人也是他们跟我说有点不一样。 有些中国人也是跟我说, 有点像,但是味道有点不一样。 也这样说。 当我去新疆的时候, 很受悍。 我都长得像新疆人一样。 对吧? 我一三年进不去中国。 一三年开始。 我不是在国内被发现开除。 我前正到齐了。 我前正到齐, 我到香港。 我的办公是在圣州。 我就很轻松住。 你看,很轻松我就住。 因为前正到齐, 我就办前正人坐地铁很轻松出来。 就一三年, 就一夜会, 那时候, 我通过一个旅行证, 就办前正, 申请前正以后, 我去了。 她说, 那个一个工作的人跟我说, 喂, 这就办不成了。 我说干啥?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你是黑名单? 哪有黑名单? 我是白名单啊。 从那里开始, 我进不去。 啊, 就, 你看, 啥也没有带出来。 对吧? 因为我的办公是在, 当时在那个圣州。 很轻松就出来了。 我的东西, 我的这个, 很多这些, 书啊, 或者包啊, 或者衣服都在圣州办公室, 还在那里。 我那时候,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因为, 我家的前面, 住在天津, 到底我去哪里? 亲爱的弟兄们, 对男人的立场来看, 在哪里最平安? 子妹们不要说, 弟兄们, 我们在哪里最平安, 知道吗? 啊? 唉, 应该说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是最正确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 在地上, 最平安的地方是, 你看, 有女人的地方。 因为, 掌握中国话, 你看, 这个字, 平安安, 就保住个儿下面, 那个女人吗? 不是吗? 不是吗? 你们仔细想一想, 有女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想家的概念吗? 不一家, 就说女人, 有妈妈在那里, 母亲在那里, 这只得夫了, 这只姊妹也在家里, 就男人了, 都回家的时候, 一个问号, 是什么, 知道吗? 你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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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爱不口就抗抗, 不是吗? 不是吗? 孩子们回来回家, 都说, 妈妈在哪里? 很想说, 爸爸在哪里? 你妈在哪里? 对吧? 对吧? 因为我想回家, 回不去, 我的姊妹在天津, 就, 我到底去哪里的问题? 因为我女人的地方, 男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女人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你看家里, 有这种理论的地方是, 成为自己家, 最平安的地方。 我那时候就想, 想来有问题, 所以, 是的, 张胆, 我们就到齐的时候, 我们到齐了, 到齐的时候, 我们这样也突然回天家, 不是吗? 所以我们这句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也是想过, 张胆有可能进不去, 或者有这样的, 没有想过, 但是你看这突然, 我什么也没有带出来, 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 很多这些钱包, 各方面, 对吧? 我所需要的, 身边的一个, 呃, 带的东西我都带出来, 我很清楚你看这出来, 我想过将来, 神又呼召我们的时候, 就突然回天家了, 再回去, 不要随便走啊,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这些人, 在本文里面, 十一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 就, 这些人是到底什么呢? 下面, 第四节就, 亚本, 以落, 入肩, 聚醒四道, 聚醒善意, 罗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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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是他们, 到底什么呢? 刚才, 他们, 他们, 都说什么? 因着性, 死的, 死的, 死也是因着性而死的, 活, 我觉得活着也是因着性而活着, 又怎么说呢? 还没有得到, 所应许呢? 下面又说什么? 从, 远出, 万见, 就, 表示, 欢迎。 下面呢, 在世上是客人, 我们都是这样吧, 对吧? 这里的韩国人都对你们说, 你们不是韩国人, 都说你们是中国人, 或者外国人, 心目中, 就觉得我是韩国人, 这样说, 但他们看着你们, 你们不是这样做的。 就, 我们是在客人, 是什么奇趣? 韩国话就是, 一般人, 哪个人? 我们就是哪个人? 我们就是一般人, 外方人, 我也是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子, 自己要找一个渣赏。 这些人, 这些人, 我们回到哪个人, 我们要看看, 我们呢, 可以包括里头呢? 这个意思, 问自己, 我是不是包括里头的一个人? 我又像他们这样一样呢? 带着, 像他们一样的, 信心, 信心的生活呢? 这个意思。 因为这怎么说呢? 因着信, 对吧? 看韩国圣经的话, 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看中文圣经的话, 因着信的话, 因着的话, 因为在前面有一个对象。 我们就是信什么的, 信什么? 信什么? 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 他们都是信耶稣基督, 而什么? 死的, 而什么? 活的。 我们的唯一的对象就是, 耶稣基督, 也说, 这就找一个家乡, 创世纪, 十二章一节, 开始来看, 亚伯拉, 听到亚伯拉, 他什么离开家乡呢? 他们也是, 亚伯拉也是离开家乡, 他们就过春节的时候, 终于他没有回到老家的。 这边看, 每个人要看看, 我的, 我的, 如果, 我想找一个家乡是在哪里的问题? 在地上, 在天上。 请问, 你们找一个在地上, 或者在天上。 如果把自己找一个家乡是地上的话, 建议自己的王, 自己成为一个王。 如果在天上的话, 建议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王。 关键是我们的王。 我们就是基督徒, 就是克里斯亚。 我们的王是哪个王的王? 是的, 我们是中国, 或者韩国。 这是第三个王的。 就是所有的王。 真正我们找一个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话, 我们可以明白。 想家乡? 还是想家乡? 你是哪儿的? 你是哪儿的? 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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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很熟悉过初节的一个情况 对吧 可能是七八年前 在广东广州火车站 大广场里面有几万人聚在一起 当时他们懂得什么,买火车票 当时突然天气很冷 却这个下雪非常冷 但是他们还是不准 这节奏到底他们就排队了 一般上买火,他们在车站等了有些人是三点 对吧 有些人是更多一点的时间 他们为什么站,为什么离开 等了好几天时间 为什么 下雨或者下雪 天气热或者冷也没有关系 就想家里 想念家里 想回家吗 你看 上回家 一个摩托车上面有其他的车 这什么意思 非常胖啊 我家的 对吧 非常胖啊 我以前 我以前 很奇怪韩国人 为什么他们很奇怪呢 你们都知道 韩国人有个特点搬离搬离 快点快点 是吧 点菜过了一秒钟 喂 我的菜打开了吗 你看 过一秒钟以后就马上就是我的一个民主 巴里巴里民主 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回家 也开车回家 对吧 韩国人从社会到 湖山 或者广州 在广播里面怎么说 这叫他们开车到 八个小时 或者六个多小时才回家 很奇怪 不能等一个营养中的一个民主 怎么等七八个小时 很奇怪吧 我们别人想 为什么 到底什么事 回到中国也是一样 我在国内的时候 特别过春节的时候 我去不同的地方 除夕的时候 你看 一般以前是没有人坐火车的 很容易买票 那时候 我下山的手 下山或者去农州的时候 没有我停 都是过春节 都是回家 叹房 不同的照顾的低双致命 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很美丽的印象 但是 我正在从天津做火车到丹东 就是27号 天27号 就特快 你们坐过没有 就还是往去那个平壤的火车 国际夜车 到了沈阳 到了沈阳 然后往那个冬冬去的时候 慢慢天亮 在东北满足了的一些习惯 特别东北 他们刮着动物 他们刮着动物 过春节 被准备 花园啊 或者这些人 刮着一个动物 凌晨三点 或者四点 或者五点的时候 你看一步一步 整个都是这个平壤的地 这个山上 这个座位都是下雪 只有一个美加 在山上 刮着动物 亮 很漂亮 过一夜 就 都是你看 动物 动量 等什么 等 亲人 我当时看到我心里 我这样想过 我的张胆 我们中国 中国也是 你看 像这样 大祝都是发光 都是信徒的 都是很多教会 复兴起来 有这样的信息 这里 十一章十六节说 虽然他们 离开家乡的人 但是他们什么 羡慕什么家乡 他们什么羡慕 更美的家乡 我还是想念 你看 果年 我的家在天津 从上我的孩子 女孩 我带着去 从七岁的时候 带着去果年 他已经三十一岁了 今天他就讲 老外也是一看 老大老二 他们都要他们这个姓务 老子里面 都要中国天津 对韩国这些思想 或者印象不多 想念家吧 我也是一样 当时一样 我就进不去 怎么办呢 在香港的我的朋友 牧羊的一个教会里面 我就差不多也祷告了 半年 半个月时 在主力天祷告 我抓住你 下一步 让我做什么 我该怎么办 我也祷告 神又呼叫我 让我去 起来 我们走吧 在全世界 中国教会 或者华人中间 我花一年半时间 带着拿根 拿来的背包 我就花一年半时间 走过 有中国人的地方 实际在天下 只有中国人 对吧 天下到处有中国人 我 没有遇到 不论是那边的人 没有关系 到处去能够见到 在亲戚里见到中国人 然后我就打架 我问他们就可以了 我去中东 东欧 东欧 你看东南亚 很多地方我都过去过 先叫中国人 然而这里 我没有中国叫 我花一年半时间 我花一年半时间 只有带一个 蓝根背包 背包 学到很多东西 有三个碗 特别我学到三个碗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因为我是什么 哪个年 客人 就没有了 想抓 找不出来 因为我只有 一个拿根 一个包 一个背包 我做到一年半时间 因为都是有人提供我 对吧 因为我是客人 我心里学到 这个地上没有我 我自己都可以属于我 但是没有我 第二个问题 要离开 这个什么意思呢 虽然住在像黄龙一样的宾馆 但到十年了 就离开 有可能将来 我们这个韩国也是要离开 对吧 虽然这个地方 有些很好的一个地方 但到十年 还得离开 有些宾馆 有人就帮我 就安排 有人解待我 豪华的房间里面 虽然你看 这个地方是很好的 但是过了三天 或者过了一个星期 要准备背包 要离开 我们不知道 在地上活在多少年 可能差不多一百年以后 我们不在这个地上 对吧 我们一定要离开 我们一定要离开 不能常用 我们要事先准备 就离开再出来 第三个要感谢 因为所有的人 你看 给我开车 给我开个飞机 开个船 对吧 在家里面 我在当时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我就去中国 也是一样的 我是外婆 我不会说中国话 本地人帮我说 对吧 本地人帮我做很多事情 没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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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个不行了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军 这个不行了 没有中国人 没有我 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在中国 照顾里长大的 因为我的老师都在中国 老长辈 有些我听到一些名字的话 你们都有一些听过的 老西都在中国 还命到现场 或者李谢高 或者变定伯 或者李天恩 或者以法佛 有老长辈 我他们身上 我学到很多 我最早 去比较多的地方 是在河南 河南的 农村的一个叫 这里有没有种 种不种 从河南来的人有吗 管不管 安徽来的人有吗 也没有 山东呢 山东 千万不要善动啊 亲爱的山东人 千万不要善动啊 山东 唉呀 快闪 三点多了 以前我在天津的时候 有一個從韓國來的劉先生跟我說 老師,這裡本地的中國人他們確實不會說中國話 咦?哪有他們不會說中國話呢? 你說呀,我去農豪市場上賣一個山東的大蟲 這個大蟲,這個蟲,韓國話怎麼說? 趴,對吧?趴滿,趴 那個學生確實不會說剛來的嘛 他去找不到趴 他就叫一個賣東西的人 喂,有趴嗎? 這個店主,你幹啥?你再說一遍,我聽不到你的話 他自己覺得這個是肯定第二遍,不是第一遍 有趴嗎? 應該他聽不懂 又問,可能這第三遍,有趴嗎? 小伙子,你想買什麼?你再說一遍,慢著說 特別,天津人怎麼說呢? 你罵什麼呀?你罵什麼呀?你罵什麼呀? 啊,可能這第四遍,我也有趴嗎?他就聽得懂 你幹啥怕什麼?你出去,你罵罵罵罵 這個人就,這個學生跟我說老實 確實他們連接這個第四個聲調也聽不懂這樣說 實際怕,這個蟲啊,不要怕啊 什麼?親愛的弟兄姊姊姊,不要怕啊 啥也沒事 雖然我們到了韓國人 有些不聞說韓國話 不用怕 我也中愛沒有怕過 怕不死嗎 對吧? 你會怕,怕不死 因為我們的生命屬於什麼? 在於田,屬田 不是我自己的 我們要回到這邊看 我還是想念教育 我還想回家 不是回到韓國 我這次到韓國來很困難 我剛才從撒旦道這邊過來 做這個地鐵 我從來沒有來過這個縣 這個地方我從來沒有來過 岳母是邀請我,我從第一次來過這個地方 我到韓國來有點困難 糊裡糊塗 有些韓國人他們的所作為這個作 他們做的就是怎麼說這個作法 哎呀,很頭疼 我最後錄下來一個照片 2012年11月11日吧,可能是在上海洪潮機場 我照了一個照片 我最後在國念古下的一個照片 你們也想念家,我也是想念家 但是呢,我走到很多地方 我學到,我學到,我長男,我想去的更美的家庭是在哪裡呢? 在天上 在天上 不是中國,不是韓國 阿門 我們要明白 你看我們要明白 剛才唐 剛才韓國人,你看過春節的時候 到底什麼事 到底什麼事 讓他們的 拿我這樣的一個熱情 或者有這樣的意願來 徽章 到底什麼? 親愛的弟兄姊姊姊 我們也有沒有每個人 帶著有這樣的一個信心 像剛才這些人一樣 雖然他們一輩子 特別亞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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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他沒有回老家 離開家山以後 他們終然沒有回家 但是他們什麼?很胖胖的去什麼? 天下的 更美的 urgency 因為神預備了 一坐着 祂是我的命 雖然 我們在 义過他鄉 受到很多苦 遇到很多 strategies 但是我現在 神要胖,无论哪里,做什么,神有同财 我祝得以平安的 无论什么,我跟随主 我们跟随主的话,能够去看天上的家庭 更美的家庭 我唱国内的藏美诗诺,以后祷告结束 快二十年前,我去河南,在农村的一个家庭的教会里面 我培训的时候 当时弟兄姊妹们,每次他们唱一个赞美诗 后面这样唱 有了主,还有什么 我心里主,心想念 我一直思念跟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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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改变 阿们 如果有一个故事 这是最后的语言 希望 全是 我一直在认识 小语言 我一直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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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没有 因着信 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信 将来 我们将来 在哪里 我们将来在哪里见过 在天国的诈相 好吗 我们一定要见过 行过 行过 咱们东边的应该说行 这样说就可以了 行过 OK了 感谢 亲爱的主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的父 你是活着的神 感谢赞美主 今天我所分享 我们都要 希望 由天上的家乡的胖们来主面前 站立得住 所以特别祝福在这里参加众弟兄姊妹们 无论在哪里做什么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在前面带领的牧师和传道 或者指示众弟兄姊妹们 将来都要在你面前说 耶稣是我的圣灵的主 耶稣是活着的神 感谢赞美主 我们教会将来都要菜牌更多的 有目标一样有五十多的建议教会 或者菜牌学教士 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 祷告封诸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敏 我们再次都讲到这边 感谢我们的圣灵教士 说实话 我刚才认识你一块十年 第一次对他讲到 为什么他讲得这么好 真的不知道他是韩国人 还是中国人 我相信我们都是天国的人 对吗 阿们 你对旁边请问候吗 我们是天国人 所以不要担心你们的签证 和你们的合法和非法的身份 阿们 好 我们请我们的赞美对方 参与赞美 实际上爱我愿意 便进行赞美和奉献号 神自家 是自家 小平啊 温柔有吉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较量 我的幸福在云藏 忘却依然想 愿着爱来就安过 对爱中的自由是他 我愿意相复 我愿意相复 在你爱的快乐中 我愿意相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爱的路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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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较量 我的幸福在云藏 我的幸福在云藏 我愿意相复 我的幸福在云藏 我愿意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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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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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千佛 我们上帝 我感谢你 实际上的光芒照亮 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回到 神你的面前 能够服服在你面前 祝福你是天上 地下 唯一的君王 主也感谢你今天 带领着你所学的仆人 来到我当中 宣讲这美好的话语 愿她在这条宣教的道路之上 神特别地祝福她 无论在任何的地方 神都与她同在 让她每一天都感受到 神同在的同时 就能够感受到 家乡的美好的恩典 主 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 奉献的每一位地球的姐妹 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 再来自天上的祝福 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的交换在他们的里面 听说的是 我们明白 我们在这世上的责任 要宣讲天国的福音 让更多的人都回到 在我们学的面前 称为你的儿女 主 我感谢你 我们要站在你面前 现在你告诉我们 我们是你的夫人 我们要做一修学的出口 传扬你天国的话语 主求你使用我们 求你拆解我们 以下的祷告 是父母耶稣 今天的灵求 阿们 我们要掌声来 让我们的节奏 祝福福 好 大家今天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请他们到前面来 简单的就一下自我